杨麗舟 我有兩次想要親身的念頭 就是北宜公路台九線 很多那個大車子 砂石車 我就看到那種砂石車過來的時候 你就 其實在那之前 你就會不知不覺就流淚 然後你就會很沮喪 沒有理由 然後就看到那個砂石車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想一頭撞下去 就一切都解脫了 楊麗舟紀錄片導演 長年置身社會問題核心卻無力解決 當自我期許越來越深 加上紅盒子累積十年的創作焦慮 重度憂鬱曾是生命裡無法承受之重 紀錄黑河跟自己對決生死 我一直都在做紀錄片 其實做紀錄片是一個 我其實在過一個不正常的人生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八八風災災區的現場 或是在某個全部都是失智症的養老院裡面 一待就是一年兩年的 我們把我們的絕大部分的生命或時間都放在一個 我所謂不正常不是負面的意思 而是一個它不應該如此高度重疊在同一個人身上 我有很多拍紀錄片的朋友他們可以 他可以處理得很好 我是一個說再見能力超爛的一個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我每一個拍攝的對象 或是農村或那個群體說再見 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 他們現在怎麼樣 總是會在某些時刻 讓你非常的揪心 所以 那個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那也因為拍紅紙 我是在拍太久了 然後我很明白我一定要拍 我的重點是父子 我要呈現我的這個角色 他跟他父親的關係嗎 就是這樣子他因為被打大了 然後他怎樣怎樣 是這樣嗎 但我相信所有的視覺 所有的人跟人關係的背後 有一個我們看不到的關係 而那個看不到的關係 才是我作為一個拍紀錄片導演 應該試著在黑暗世界中摸索著 往裡面走 可是我摸不到我也走不進去 其實我覺得我很幸運是我有病識感 所以我願意分享 然後我也願意去求救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說 那我太太就很慌張 她非常害怕 所以一開始就是去看心理諮商師 看了大概有半年 可是我還是很焦慮 那吃藥一開始有點不適應 身體的反應 但吃藥很有用 我大概吃到第三週 就不會那麼的焦躁了 然後我吃了很久 我吃了大概快要一年超過 我現在也慢慢可以接受 拍紀錄片的創作者 沒有辦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 我們今天如果能夠提出問題 就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我們其實常常在很多場合 會被期待 導演你可以告訴我 關於傳統布袋戲要怎麼樣 才能夠站起來救回來嗎 我說我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可是以前我就會想 對齁 我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做 可是我現在可以勇敢告訴別人 我的不足 我覺得我的不足 或你願意去面對 在職場上面 願意去面對你的不足 你就可以更容易找到 你可以繼續走下去的方向 讓你可以繼續走下去的方向 我謝謝你 好可愛 我吃了 我也要吃了 感谢观看